我完全沒有做 沒有摔到什麼之類的 他就變這樣 完全都不能做什麼 大部分通訊業者都是回答說 這是iPhone 13 Maze Pro 才有的螢幕的通病 很有可能是 在手機的硬體裡面的排線跟螢幕中間 他可能那個排線可能出了狀況 我認為這個不算是屬於大規模的瑕疵狀況 所以他也沒有說要做一個召回的動作 我完全沒有做 沒有摔到什麼之類的 他就變這樣 白屏 完全都不能做什麼 陳先生的蘋果手機用了兩年多 卻在9月3號 螢幕整個白屏無法操作 他拿的是iPhone 13 Pro Max 512G天空欄版本 用電信資費續約 花了4萬7千元購買 大部分通訊業者都是回答說 這是iPhone 13 Max Pro 才有的螢幕的通病 換一個原廠的螢幕 目前問起來最便宜的是 一萬三千九百塊 陳先生前後用過五支iPhone 是蘋果愛用者 第一次遇到螢幕故障 另外也有其他手機維修業者 提供近期一樣是i13手機 螢幕故障 變綠變紫的照片 強調已經修了十幾台 投訴民眾不滿 蘋果官方沒有積極處理 對此透過公關公司詢問 i13螢幕災情 截稿前蘋果沒有回覆 另外也請教行政院消保處 統計近期消費者申訴中 並沒有i13螢幕故障相關案件 很有可能是在手機的硬體裡面的排線 跟螢幕中間它可能那個排線 可能出了狀況 有可能你有撞擊到 或者是它可能你的手機用太久 我認為這個不算是屬於 大規模的瑕疵狀況 所以它也沒有說 要做一個招回的動作 男人說還在保固內的手機 遇到綠白屏可以去原廠換螢幕 但過了保固換螢幕要花上萬元 建議消費者考慮手機狀態 思考是否划算 但究竟i13螢幕災情 是個案還是未爆彈 得看官方後續怎麼認定 TVB的新聞鏈藍 洪俊文才不得 運動